地球的最新功能展示 大家轻松一下 这是最新发布的海洋功能 还有邮寄功能 这是一个歌曲 还有过地球 推广的一个家园 在家园里面的一家园 我想能够用过地球 我们来迎接 今天很重要 我们昨天的公司 我们在各地做电话 这就是 1300平台的流氓 畏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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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可水 其实如果把地球也激活的话呢 其实它还可以把夏威夷那个火山的高度啊 什么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非常逼真的一个模拟 所以这边有很多其实最新版的地球的一些功能 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看到这个我们Lulu的那个三面模型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OK 我就先放到这吧 还是大家还想接着看 OK 咱们还是开始吧 OK 首先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论坛 今天我们内容非常丰富 首先呢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呢 我会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之后呢 各位我们来的嘉宾呢 还会为大家献上很精彩的案例的分享 我呢 我叫李希 我是Google中国地理团队的技术总监 我负责Google在中国地理产品的研发 那只是简单非常快地跟大家回顾一下一个历史 那Google Maps的API呢 是在2005年 那时候呢 是我们的第一个版本 那大家我想在座如果是做地理产品的话 可能知道这个Ware 2.0呢 是我们地理产品发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那在2006年的时候呢 Google Maps API V2是在Ware 2.0的时候推出的 2007年呢 推出了迷你地图的API 那2008年去年呢 我们推出了地图编辑的API 还有地图forfresh 那今年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今年我们推出了什么 谁知道 今年我们推出了MapsData API 但是呢 SIG API呢 只是实验室版本 然后呢 在那个5月底 刚刚结束的Google I.O 也就是美国版本的Google Developer Day 就是开发指示日呢 我们又推出了一个新的API 大家知道是什么 是Google Maps API V3 OK 是V3的版本 其实这是Google Maps的一个很大的版本 但是呢 一个很大的改版 但是呢 还是属于实验室阶段 我想大家跟最后代码应该是非常熟悉 就是你如何调用我们中国版本的地图API 那么中国版本的地图API呢 是在2007年 在我们嘉宾 就是我们新华的技术主管这个代理一下呢 就是引进中国的 OK 那在在Ghouse各位嘉宾之前呢 我想首先提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论坛 这个是就是在Google Group上面呢 论坛的名字叫做Google Maps API China 这里面呢 我们的我们把所有的你可以就是学习API的一些资源 所以如果你想记住一个URL的话呢 就记住这个论坛的URL 所以呢 再次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访问这个论坛 注册 加入 然后呢 这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资源 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去年GTD呢 我们推出了我们Google D2API的大师论坛的这个 program 那得到了广大开发者的响应 那这个大师呢 就是至少你要在业界呢 是用了我们D2API开发一年以上的经验 最好是在北京 因为我们每个医院呢 会在Google的办公室 一起探讨一些很有趣的D2API的研发的问题 一些案例分享 所以呢 我今天呢 还特别的就是请我们陈飞 陈飞 你站起来一下 好吗 陈飞 你站起来一下 大家认识一下 陈飞呢 是我们D2API大师论坛的主持人 他呢 就是这个 如果大家想加入论坛 大家对我们这个D2API的研发非常有兴趣的话呢 大家可以跟他联系 那么我今天叫他准备了一些signup sheet 就是那个登记表 大家呢 可以把你的email写下来就行了 然后呢 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下email 让大家填一些信息 之后呢 我们呢 就是会跟你们联系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这个 慢慢的把你们的这个 就是吸收到我们这个大师论坛的这个program 里面来 OK 这就是 顺便为我们大师论坛呢 做一下推广 OK 那这个大师论坛也是在我们Google Group上面那个名字叫D2API OK 现在我想介绍一下几位嘉宾 今天我们有幸的请到了这个WearFund的软件开发总监孙林 孙林 你站起来一下 好吗 欢迎 第二位嘉宾呢 是简单生活网的联桥软件工程师 第三位嘉宾呢 是焦悦 他是油兔兔这个网上的创始人 也是软件工程师 第四位呢 是我们Google自己的API专家刘黎 第五位呢 是我们Google的API的专家李孙峰 孙峰今天做了一个高级API应用的那个讲座 如果大家听的话 大家应该认识他 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地图团队的技术组广安新华 所以首先呢 我代表Google 欢迎各位嘉宾关联这次论坛 大家可以看到这次论坛所有的参与者呢 都是工程师 都是技术背景非常强的人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想 跟广大的开发者一起分享一些 非常稍微深一些的一些技巧性的一些问题 所以大家呢 就是说不要害羞 尽管向他们提问 那今天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 首先呢 有五个案例展示 一个大概是八到十分钟左右 所以呢 有五位嘉宾呢 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还有这个里面的一些比较妙的 巧妙的一些变成技巧 那在最后呢 安新华会一起参加这个嘉宾 然后呢 跟我一起呢 做一个开放的论坛 所以呢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麦克风 所以呢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这个 英文叫gram power 就是这个脑 这个脑力啊 是非常的 非常 strong 非常强的 所以呢 大家不要浪费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好 那首先呢 我有请孙黎 大家好 我是我要放的孙黎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 那么我们公司主要是为这个旅游行业 提供增值服务的 目前我们主要是提供像GPS位置 地图 相片 存储以及轨迹 这样的这种平台和产品的服务 我们和国内的基本上很多的 5A级的旅行机构和旅行社 关系都非常好 那我们目前在我们这个网站上面 已有的轨迹 从美洲 欧洲到我们国内 包括大陆 台湾都非常多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是解决什么样一个问题 就目前大家已经数码相机已经非常普及 数码相片也非常多 但这种时候就是怎么去整理 或者是归挡这个数码相片 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我们下面就看一段video 看看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只要你在旅行的时候 带上一个GPS 带上数码相机 你就可以回来以后 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产品了 当你回来以后 登陆我们公司的网站 然后把你的这个数码相片和你的GPS轨迹 都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去以后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就我们的工作 由于GPS里面记录着你这在特定的 当时的时间在特定的位置上面 我们会把这个时间和你的照片拍摄的时间 做一个比较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确定你当时在什么样一个位置 那么目前的话 实际上GPS的已经是挺普及了 包括像Garmin Magellan以及 我们也有自己的像这样一个GPS 都挺方便使用 现在也有很多手机也支持这样的GPS的功能 那么在做完这些以后 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得到什么样一个东西 这个是我们 就是把这个内容上传到我们网站以后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蓝色的线 这个是用你的GPS记录的 你的旅行的一个轨迹 那么上面有很多红色的小气球 这个小气球就是 你拍摄照片的这些一些位置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那个 右下角有一个 左下角有一个小的控制器 那么这个控制器实际上是 我们可以控制整个播放的进度 等会我们可以有一个Level的一个Demo 可以看到整个播放起来什么样子 那么在 右上角有五个 有五个按钮 这个五个按钮是我们可以用来切换 这个地图的模式或者是地图的这个 Zoom Level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看了这个截屏以后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 到底是怎么样来实现这些东西的 那么首先肯定我们用的非常多的都是Google Map API 那么这里面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了 首先像这个开始结束的标记 以及当中跳动的小人和小图标 我们都是用GMark来实现的 然后我们当中看到的那个GPS的轨迹 那条蓝色的线 我们是用GPolyline来实现的 这里面我们也用到了 这个Google提供的那个Encoder 这样的东西 同时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 压缩的一些算法在里面 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播放的控制器 以及那个五个旁边的控制按钮 这些都是用GControl来实现的 那么用GControl来实现的话 它有个好处就是 当我用户去拖动这个地图的时候 这些东西并不会随着这个地图的拖动而移动 那么另外刚才看到当中的 在地图当中有一张用户拍摄的图片 这张图片我们是用GOverlay来实现的 用GOverlay的话呢 就是当你拖动地图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容易让它跟随地图拖动而移动 好 这里面我只是举了四个例子 实际上我们用到的Google Map API的这个内容非常多 其他的像GICON或者是GDIRECTION 非常非常多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首先是Geocoding 像我这里Geocoding包含了Geocoding和ReverseGeocoding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照片下面我们有一个地址信息 通常我们上传照片的时候 照片的名字可能会比较奇怪 像DSC什么的 那么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太清楚这样照片 到底在什么位置拍的 虽然有了地图 但我们也同样希望能够把这个 当地的这个位置信息显示出来 这里面我们用到了Google的Geocoding 同时我们也用到了一些第三方的一些数据库 第二个是Drag and Drop 那么肯定有很多朋友会想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GPS怎么办 能不能用你这个东西呢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现在也是可以支持这种情况的 就是你可以先把你的照片上传到我们的网站 然后你可以用鼠标的 鼠标左键直接把这个图片拖在到地图上面 你放置那个图片的位置就是我们认为这张图片应该所在的位置 这样也可以满足一些目前暂时还没有GPS的用户 OK 还有一个是Gropping 那么实际上刚才如果在下面听过的朋友 其实已经听得过那个Pamora已经讲过 他叫Clusting 可能我这里用词不是很准确 我们实现的是一个Client side的一个Clusting 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位置上的图标过多的时候 我们在客户端会自动去判断 并且把这些图标叠成一个图标 当你在去点击或者是Mouse Over的时候 我们会显示一个列表便于你选择 而当你如果在Zoom In的时候 这个图标又会自动的会被分列为几个图标 假如说它的这个距离已经足够远的话 那另外一个是Day Fitting Day Fitting的意思 这里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左边有一张图 左边一张图的话应该是从美国纽约到大概华盛顿这一块的一个一个概况图 那么很多时候当你去旅游的话 你首先你可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范围 但同时呢我们又看到右边这张图是一个曼哈顿的一个截屏 也就是说你某一天的活动可能又不会那么大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一种实现的就是当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全景的图 而当你在每一天的时候我们又会自动的去找到它的一个适应的一个显示级别 这样的话既满足了你可以看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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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 又可以在每天可以看的比较细致一些 OK上面是我简单挑了四种技术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技术的技术点 那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下面我就给做了就是录了一段那个live的一段video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到底如果在跑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这段是我一个同事去海边玩的一段那个录像 实际上是网站上不是录像 网站上是一个网页是用Java Street实现的 但我们这里是因为为了避免网络不太好把它录下来 这里面有一段是video实际上我们不单可以放照片也可以放video OK这是另外一段从北京去纽约 从去美国东西海岸游的一段旅行 首先这里看到的是全景 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day fitting的一个例子 就是你可以看到当天的旅行路线 那么它在坐车区的那个自由旅行 只要自由旅行那里面是车是过不去的 等会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我们这个洞的那个小小东西 它会变成一个船自动的就到那个位置上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出去旅行的这个记录 应该是会比较动感的记录下来 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下面一位嘉宾是来自简单生活晚的联想 大家好 我先带来介绍一下我们简单生活 简单生活晚就是帮助消费者比较高效的找到一些服务 我们就是说 选择的服务一般都是那种需要是那种选择 然后花费比较大 然后使用频率不是那么高的一些服务 像比如说买班买车教育文家家政 然后家政也有些比较少 像搬家这里的 但是其实频率也不是那么高 然后这种服务的问题就是 因为使用频率不高的话 一个消费者可能可能一两年就会遇到一两次 所以他们缺乏经验 然后我们就提供优选的各类服务信息 作为大家的生活服务团家 然后在简单生活晚上面大致有以下三个功能 就是说一个是优选华业 我们从几十万个商家当中选出几千家 放在就是说一个三家的列表 然后上面的电话效果是非常好的 保证都是可以打通 因为大家可能在晚上找电话 经常会碰到那个网页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 电话打过去 要把这些空号 还不然已经不是那个人在用了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打车快报 会提供一些打车信息 还有就是小贴士的话 就解决他们说的消费者缺乏经验 生活经验的问题 然后简单生活网上大陶庆公司旗下的一个网站 我们是 我们公司的创建者是周杰 就是Market的前任吧 是那里 然后我们的团队就来自像Google百度 然后微软Yahoo 中国移动 新浪都有 首先讲一下我们就是在今年情人节的时候 跟Google的地图合作做了一个Mapper的推广 叫做情人节地图 情人节地图 那个Mapper就是Google地图就是它左边是一个白色的区域 然后可以放一些导航的数据 然后右边是地图 然后我们左边就是一个长着这样的一个分类 一些分类的列表 然后右边的话就会把这个分类下 比如说浪漫产品分类下面的这些商家 用直接这种方式展开来 就是说我们用这种方式展示的话 通常Google地图展示 它右边都是一个Mark点 然后再把商家的名字列在左边 然后我们这种方式的话 就可以左边有很多的空间就直接显示分类 然后把商家的名字全部在右边一起显示 这样子就是说可能会比较拥挤 但是信息看的会比较清晰 就用户不用眼睛扫过来扫过去看 然后上面每个Mark点出来以后 我们有一个弹出的窗口 这个窗口其实就已经是简单生活法上的一些信息 然后就是包括一些公司名字简单的介绍 还有一个电话 还有电话的接近时间都有 然后点击这上面的公司名的话 就会到简单生活法上的一个详细的参加介绍页面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简单 就是前两节的地图是有比较简化的版本 在简单生活法上面的话 我们有一些更复杂的功能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展开来那么多 就排柄是展开的话太多人都会特别拥挤 所以我们就默认选择是展开十个 剩下的就是小红点 小红点以后 然后鼠标移上去的时候 它会有个动画展开 然后如果已经是展开 让你上去它就是变白 所以我这里主要 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主要讲的两个 两个技巧吧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排便的做法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动画的实现 排便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其实那些排便 全部都是服务器中生成好的图片 然后但是图片我们就是说每个公司 你就根据排便的内容 然后给它变码好 所以主要生成一次 就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发现没有 然后再去请求后面的Python库 把这个图片生成好 生成好了以后 以后再读的时候 就直接读生成好的文件 然后计算文字区域大小 就是说有一个比较麻烦点 就是计算文字区域大小 因为一般来说做网页应用的时候 文字区域大小 就是浏览器负责的 但是生成图片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然后我用的是 效率可能不是那么高 但是肯定永远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先生成一个特别大的画路 然后用这个EF EF EF 就RGB都是这三个颜色 在上面画 画完了以后 算一下这个图片上哪些地方 它染了这个颜色 就是有文字区域 所以这样子的话 因为不同的字体 可能它的宽度什么的不一样 所以那种 就当初试验的时候 就是各种各样的 计算文字大小的函数 都有不靠谱的时候 所以这方法就是永远靠谱 然后效率稍微差点也不要紧 因为我们只是只用分成一次 然后就是动画效果 动画效果的话 就是说我们 那个GMark可以设置一个 就是可以设置一个 任意的图片作为它的Mark 也可以设置大小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说动画的时候 我们需要它动态的变大变小 然后试的几种方法 就是第一个就是 直接用Gi孔的size 来调的话 它是没有效果 就是一旦这个i孔 加到图片上以后 再调size就没有用了 然后第二个我们试验的方法就是 就是一秒钟 比如说有五帧的话 我就生成五次GMark 就上掉五次GMark 就每一帧 相当于生成一次GMark 上掉一次GMark 但是就发现 就是说在一些冷暖器上 可能有内存泄漏的问题 就平均 放下来的话 可能平均每次少数 会泄漏好几次K 所以这个点多的时候 用户鼠标 在地图上过来过去 就会发现冷暖器的内存不停变大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那个GMark 后面的阴影好像也会变得越来越黑 它可能阴影就是说 在这种平均操作下 有一些可能处理的不是非常好 所以后来我们就采用一个 一米举元素来往生动化 就是说 动的时候我们的五帧 全部都用一米举元素来做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续片段元素 然后这里头 用到的一点 就是说 我平时可能 可能大家也不太会注意到的 就是要根据那个精纬度 获得 获得 就是 网页上的座标位置 因为你要 施子应激元素的时候 必须要根据 网页的那个 座标来放 而不能根据均纬度来放 所以用到了这样的两个函数 然后代码其实也很简单 其实就主要是用这个函数 通过均纬度 转成 那个 屏幕上的SY 然后再把图片放上去 然后动画的话 我觉得大家要会议这些事 应该跟你清楚怎么做 好 我主要就介绍这些 好 先来 邀请您多多多的教育 首先感谢Google 给我们团队这次机会 做presentation 然后 其实就前面介绍有点误解 我本人在公司里面 就是并不是负责技术方面 然后我与我的合伴 让朱天宜一起来做这次presentation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这是我们团队负责公关与商务的王然 我主要负责是这个商业方面 这是朱天宜 他主要负责我们网站的这个 网站架构 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工程师 平时也是兼职做一个摇滚乐队的架子鼓手 这是网站的UI设计 他是个效率很高的人 最高的 我记最高就是在一周之内做出了四个网站的UI 然后 这是我们团队中负责平时运营的 也就是监督和管理 兼职人员的一个工作 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历史 我们在06年开始做一个网站叫租房会 当时这个网站服务了不少的房东和中介出租房屋 但是并没有帮到我们赚到足够的钱 所以在去年毕业的时候我们把它关闭了 也挺痛心的 然后在去年也可以说APP游戏在国内外最火的时候 我们想可以做一个游戏 然后原来有房地产这方面的经验 结合到一起 出来改叠了 去做一个叫完赚房地产的游戏在校内网 然后目前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是 在做一个叫流途的网站 旅游网站 不过现在还在制作当中 这是我们游戏的一个背景 当时我们就想要做一个房地产的webgain 一定要做一个创新 就是我玩了Facebook和校内上基本上所有的 比较热门一点的游戏吧 当时就想到这个idea 因为我们觉得只有这样做一个游戏 它的游戏寿命会比较长 然后影响力也比较大 因为这个游戏我本来也认识了不少房地产 和互联网界的朋友 然后当时就解决盈利问题 我们就想让这个游戏一定要有真实的房地产体验 如果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就会知道 我们这个游戏里面所有的房地产的 包括容积率啊面积啊 包括图片啊 全部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植入软广告 当时就是考虑到一个游戏 如何让一个新玩家上手很容易 然后就考虑到一定要采用一种方式 使这些楼盘所在的位置 能生动表现出来 第一个就想到了Google D2 API 因为Google D2 API它本身 我觉得UI方面包括细节颜色 这些都非常好 嵌入这个游戏之后 我觉得反响还是非常好 很多人刚开始以为我们是Google公司的 因为可能Google就是 API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多人家理解吧 后来我们做游戏得到很多的心得 包括玩家互动方面一定要做好 比方说能买卖房屋有一个新玩家可以买我们新开团的楼盘 然后另外一个玩家可以买他的二手房 还有就是可以向好友借钱 另外还可以完成任务 比方说你邀请了好友加入我们游戏 邀请到足够多好友 你就可以成为一级承包商 二级承包商 就是这样 然后去赚更多的钱 然后最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就是我这段给大家讲个故事 就是当时有一个荷兰的留学生玩家 很喜欢我们这个游戏中的一个SOHO的项目 然后当时说愿意支付我一百人民币 去换取我们游戏中一千万的虚拟货币 然后我说你谨慎考虑一下 后来他说我支付你五百元吧 我说你还是谨慎考虑一下 结果他就往我账上划了一千元人民币 我当时给了他两亿元的游戏奸戏 所以后来也跟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然后我们后面技术方面的 有请朱天眼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好 现在我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网站的主要架构 这个在网站的前端呢 我们主要是使用Google Map Utility 来扩展Google Map API 然后我们来使用JQuery来简化操作 在游戏的后台呢 我们是使用PHP 然后在这个旅游网站的后台呢 我们是使用Python的Diango Framework 将它们两者粘合起来呢 我们就使用了很多的这个Ajax请求 在游戏的最外层 我们调用的是校内的API 取得这个用户的一些信息 比如他朋友信息和个人信息 好现在我开始讲一下 我们使用了哪些Google的API 我们主要是使用了Google API的Utility 来拓展它的Marker 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Marker 变得非常好看 可以使用自定义的图片 以及其他来做 而且是 我们在这个 我在这个Google API 和Google Map Utility中间 没有看到这个没有看到使一个Marker 出现在更改它的Z-Index 出现在最前端的这个方法 于是我自己写了一段 这个通过GQuery 使用这个Google Map Utility的Label的Marker 嵌入一个隐含的ID 然后找到它复节点以后更改 动态修改它的Z-Index值 在我们鼠标移上去的那一瞬间 把它调到这个屏幕的最前端 这样用户可以点到任何被重叠住的Marker 只要它露出来了一个角 然后呢我们又重写了这个Marker的 这个Prototype的MouseOver函数 做了一些这个 做了一个半通明的框 在鼠标指向Marker的时候 它会弹出来 这样会使这个游戏的效果更加的好 还有呢我们使用这个Google Map Utility 自定了这个旅游网站的Info Window 它的边界 而且我发现这个Google Map Utility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功能 就是它也可以发送这个Agex请求 这样我们Info Window里面内容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它这个功能 然后发送一个请求 然后回来让它low出来 第三呢 我们并不是使用这个Group的技术 来避免Marker的重叠 我们其实是通过计算来 在后台通过计算来避免Marker的重叠 因为我们想每一个Marker 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 可以得到它一个全值 就是它是否显示在那里 当一个地理位置缩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 我们只显示一个Marker 这样的计算的话 我们想了很多种方法来计算 但是总的原则有两个 第一是尽量在空白的地方显示 这是评分最高的Marker 然后呢是 然后如果有Marker重叠的时候 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动态修改 Z-Index这种方法 来给它们分开一个小小的位置 使用这个API 来使用使用户能选到这个Marker 好了 我的这个讲解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来自于Google地图组的软件工程师 我叫刘黎 然后 其实对于Marker API 不光是外面有很多人在用我们的API产品 我们实际上自己在地图组内部 也会经常用这个强大的API 来迅速的开发一些东西 然后推出去 比如说我们以前做了train的地图 然后又做了那个 就是去年地震 这个很不幸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抗灾的Maplet 然后都是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这里我想主要是从技术方面介绍一下 我们那个抗症救灾的Maplet 就是背后隐藏的一些技术 然后和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一个屏幕截屏 实际上我们这个Maplet 更多的时候做的是一种信息整合的工作 我们的那些数据都是有一些志愿者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人 然后他们都制作好了 然后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把它整合在这里 包括右边我们可以显示 就是灾区的 我先把这个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网络比较满 还好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灾区的那个地震前和地震后的那个卫星图片 就是这个是我们当时通过一些渠道拿到了一些比较好的高质量的图片 然后的话我们这底下看到左边的话我们分了几栏 实际上这几栏 特别是第一栏 我们实际上是整合了这样四个不同来源的数据 这些数据都不是我们的 都是别人的数据 然后他们做成好 然后MyMax就是在地图上标注好 然后我们就直接使用他们的数据导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形式图这种的 这些数据都是别人都准备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技术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 这是架构 就是说虽然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背后涉及到了不同的好几个地方的服务器 首先当然是地图的Google.com 然后在上面包含了大家的MyMax和谷歌地图的数据 然后的话我们有一个再往下看 这里有一个Gmodules.com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代理服务器 主要是为了因为MyMax是跑在我们的Google.com这个网页上面的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控制 一些权限的控制 然后通过Gmodules来限制你的一些行为 因为是跨域的 你不能随便的做一些乱出道的事情 然后后面的话有一个Google.com 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MyMax是一个XML文件 但是它是放在Google.com Google.com上面的 然后用户请求的话就会到这个上面去拿 相应的那个MyKey的XML和相应的Jetson的数据 然后在右边我们大家可能当然首先我们要显示地图的话 必须要卫星地图服务器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APspot.com 这实际上我想大家可能知道这是那个APD Engine它的一个域名 我们为什么要用APD Engine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在中国的就是地图的Google上面把卫星地图就是enable 那个时候但是我们又觉得这个卫星地图的显示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东西 它拿到的它给它所能接触的URL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是经过一个转换的 就是通过XYZ计算出来的一个URL 然后我们在MapD 由于你的限制又不能直接的去改写 那个TelURL的那个行数 所以我们通过APPspot 用户 就是说从用户的浏览器端 你发过去给APPspot的那个卫星图的URL是XYZ 这种格式的形式 然后APPspot会返回你一个304 然后告诉你正确的经过encode的URL是什么模式 然后你再到卫星指数服务去拿到正确的TelURL 就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变通 就是说然后在上面的颜色不一样 是说我们有绿色有蓝色 为什么有这种差别 就是说绿色那个部分 是大家实际上可以自己在上面添加东西的部分 就是说我想的话就是现在Google提供了一整套的 不光是Maps API 有各种各样的API和服务器 大家实际上都可以把它整合起来来使用 而不必要一定要局限在某一个API方面 这样联合起来的话 这个强大就会变得更强 关键技术的话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卫星底涂的叠加层 实际上我想了解的人都知道 就是一个TelOverlay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 这上面一个TelURL 实际上是指向我刚才说的那个APP Engine的一个URL 因为它只能必须 它必须是这种XYZ的这种模式 然后呢我们生成一个TelLayer 然后通过这个TelLayer 来生成一个TelOverlay 把这个TelOverlay添加到地图上面 然后用户在请求卫星图片的时候 就会把符合这个TelURL这种模式的URL 然后发给那个APP Engine上面那个服务器 然后得到一个304 然后再到正确的服务器上去取那种 经过Incode的URL 然后取了图片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 我们基于我的地图的KML 叠加层 这里为什么要强调我的地图呢 因为我们那些数据实际上 都是别人生成好的我的地图 然后我们整合的时候 是怎么整合的呢 我们是通过这Mirror 我们通过那个Output等于KML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会把通过那个Mine 通过那个我的地图 生成一个KML 然后呢 再把这个KML 通过GML GXML 这种方式 这种Overlay添加到Map上面 这样就可以很轻易地整合不同来源的 这种我的地图的数据 然后第三个是基于APP 的卫星底图的解析器 就是为了绕过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Tile的URL 不匹配的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就做了一个 相当于一个Redirect的过程 好 我介绍一下 谢谢 好 谢谢 我是Google的工程师李双空 刚才我给了一个讲座 所以今天基本上从早到晚都在奔跑 所以刚才我放了一个音乐 看一个视频 我觉得 看一个旅游的主要给它享受 对 我今天主题队伦刚才已经讲了 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工具库 就是Google的UtMT 它里面有很多的工具 我今天要介绍九种武器 不是七种武器 对 第一种 就是上面所说的一个Label的Mark 比如说Google的地图定义了一些Mark 但是这些Mark其实是一个图片的 因为能在上面做一些文字的对应 那么这样一个类 它就能够帮你轻松的搞定 你在上面所需要定义的一些文字 比如说看起来 是不是比较更简洁一些 我介绍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基于Google的Maps API 这样一个框架所做的一些扩展 Google的Maps API 我想它两大特性非常明显 第一是非常简单 我刚才介绍了 上个讲座介绍了非常多的一些高级的技巧 一般都是用一到两行代码就可以搞定 绝对不超过四行 所以这是简单的一点 另外一点它就非常强大 就是扩展性 它定义一个界面的框架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扩展一些事情 比如说这个Mark就是Google Google的Mark的一些扩展 然后这样又是另外一种Mark的扩展 这个Mark它的颜色是完全可以定义的 然后整个图片背后也是用Google的chart API定义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很遗憾 这个不错了 行 我们继续往前走 第三个就是一个Mark 就是一个跳出来的Mark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试试看把一些东西关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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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比较有趣 每当往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出问题 是吗 我都不知道 对 我上次讲的时候就出了一些问题 OK 先把一些东西关掉 对 对 在这里我再讲一个故事 大家经常抱着这个软件不好用 对 其实有很多计算机远远是不好用 就它们一达到好用的程度 比如说电视机非常简单 但是计算机 其实是比较复杂 比如说曾经有三个计算机系的主任 在飞机上想搞定一个 程序接纹的问题 做了几个小时都没搞定 所以 所以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ark 在上面有很多颜色 然后我们可以调一个不同的颜色 对 很快可以看到这个Mark 就是调了 所以这个背后的 就是 它有一个很好的扩展 然后 你可以做一些 自定义的工作 然后第三个 这呈现的是一个 Info Window Google的Info Window 看起来都是比较传统 比较保守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Mark 看起来就比较卡通一点 是不是 然后 这其实是一个图片 然后你在中间 可以在网里面传一些文字 或订习一些东西 它就给你利用Google Chart API 生成的一些 生成的一些图 然后看起来比较 比较好玩一些 然后第四个是说的是 Extended Info Window 刚才 刚才的航产游戏 已经介绍了 用了这样一个技术 它有几个好玩的地方 就一个你看起来 这个看起来效果 比Google默认的一些 也是用过的 下载表做的 默认的一个效果更好一些 另外一个 它就支持一个 IgX 就是你这个内容 可能是指定的一个UR 然后它取得一些内容 来画上去 然后中间这个 我就快速演示一下 如果你听了刚才一个讲座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Cluster 就是一个Cluster 当你刚才有的问 怎么显示 它就想写了两万个点 我想两万个点 放到屏幕上是看得出来 或者说你的浏览器就崩溃了 所以只能用 剧烈的方式来搞定这个事情 然后最后 第六个武器就是 拖转来收放 传统的这个层次的叠放 看起来比较老实 我们可以 试一下这个拖转 看起来是不是好一些 对如果我们特定对这个Colorado的一个 特别有兴趣 就可以定一个起来的 然后这个是看一下 这是一个做游戏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刚才的一个作品就是 极品飞车 它也可以在上面拖 但是一个缺点是 你怎么控制用户在 道路上行驶的时候 它在正确的道路上 不是随便乱走了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跨了一条线的时候 它就 对我觉得这里 完全可以设计一个路线 然后你来做一些 游戏的一些控制 下一个是什么呢 下一个不是这个上面 已经出现的 下一个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 对 这是一个NBA的赛程 我知道现在这个 最快到总决赛了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NBA的一些 状况 我们看一看这个休斯顿火箭队 他们在最近 对一些比赛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播放 去年 10 这就是这个主场 休斯顿火箭队的一个主场 还有的一些比分 我们再看下一张 下一张 下一张 OK 正常 对 看起来 我们也可以编辑这样一个箭头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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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张 下一张 对 就是在座的一位 小溪能站起来 小溪能站起来 小溪站起来 对 他做了BIGGLASS 也做了这样一个区内的工作 所以 我们再看一看 最后一个武器是什么 对 就是在座的部位 所以 我希望 大家 如果觉得有很多 当你觉得不能满足你的需要的时候 第一讲 你试图 看看别人做了没有 比如说用这样的工具 然后第二讲 当你觉得都没有做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 自己做一个 然后与大家分享 然后第三点 感觉就是 当我们参与 去年08年 我们参与了很多 做D2 API的一些应用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会非常疯狂 但是 当你做一个应用 你觉得非常有影响力 然后 被成千三万的人使用的时候 你会觉得一个非常自豪 所以 我也希望大家能做一些应用 真正有影响力的 大家都使用的应用 谢谢 非常谢谢川峰 所以呢 我希望 就经过这个 就是经过这个短短的 四五十分钟的演示 能够给大家带了一些启发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 跟我一起呢 向我们在座的嘉宾 为这次论坛所做的精心 真的也表示感谢 OK 下面呢 就是进入我们的这个 论坛讨论和互动的阶段 那么 现在是六点十五分 我希望等六点半 大概用十五分钟的时间吧 做一个开放论坛讨论 所以呢 现在有请各位嘉宾上台 我们观众应该有两个麦克风 然后呢 我们这边有两个包括我的这个 所以呢 来 大家请坐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 踊跃地问问题 因为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而且大家在这里所展示的机场呢 我觉得 可能有些 可能大家也许还有一些问题啊 需要他们能澄清的 或者说 需要他们能再那个 说多一些 所以呢 希望大家不要 不要害羞 好 那在 在 大家请问 咱们的麦克风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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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一个工作人员 还有另外一个工作人员 OK 那我们首先现在提定一个问题吧 就是在座的 各位嘉宾 你们最希望看到的 Google Maps API的支持 就是现在还没有的 但是你们特别想要的是什么 你们 你们谁想这个 回答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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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两句吧 那个可能 在中国大家觉得 Flash更酷一些 做游戏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觉得 Maps API应该是有Flash大名 在中国 这是我觉得最想做的 然后 Flash是这样的 然后 现在的 很遗憾就是 由于这个Maps API 第三半刚出来 但是 中国还 在地图这个 都没有支持 我想下一步 我们也希望 这个 对Mobile 这个 做特殊油画的这个V3 来 在我们的地图上 对 对 就是 如果大家今天 如果能听这个 Penra Fox 他讲的Maps API V3的讲座的话呢 大家可能 可能 也许不知道 他这个V3 现在在中国还没有 在地图里 过过的时间 他们还没有 所以呢我想 这个是V3 它自己的实验室 就是说 它的 它的支持呢 其实只是一个子极 还不是完全支持现有的 一二的功能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是 有计划呢 就是把它引进到中国 来讲的话 就是在座的 各位呢 可以实验一下 特别是现在 那个移动 移动物流 是越来越 越成为 一个非常明显的方向 就是说 在座的 观众 近众 大家有没有什么 就特别想看到的 我们地图API 这个小支持的功能 有一个 我想问一下 就是 关于离线 离线 能够 能够 使用这个 功能 什么时候 可以出现 离线 可以使用这些 出入功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还没答 当然离线的技术上 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目前我们不支持 主要是版权的问题 因为我们购买一个地图数据 这个东西 如果是给客户了 没有 这种就是 全人家限制会 主要是这个 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吧 这个就是说 我想 我们知道一下 如果在我 就是这个 在我电脑的 cash里面 这个有版权问题吗 比如我 我到欧洲的话 我可能在当地 没法上网 所以说 我不可能需要 把这些信息 存到我电脑上 然后 我可以使用它 但是 就是 就是 这个 这种 在我 浏览器里面 就是这么存储 是 你版权问题吗 这个问题 可能 我不是最好的 一个人来回答 这可能 我们去到 双方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 通用的问题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 我们经常做的是 用各个地图 搜索一些路线 然后 带着电脑上车 然后到这 到这打一点 就是 完全缓车下来 然后就可以去看 但是其实 我们有一个叫 PS API 就是说 它会对这个地图 我们会做一些安全工作的 对 但是 就是完全是 离线的反馈 我目前 也是没有 MARK 在这种工作 我昨天说 这对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其实那个确实 我们作为技术人员 其实挺难回答的 就是这个 数据学校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其实呢 确实 我们 就是数据提供商 它其实 就是 就是 跟我们过 在这个讨论过程中 就是至少我们现在 还是先支持在线的功能 但是离线呢 现在就确实是一个方便的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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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其实 就是说3D模型 其实 其实呢 就是说 Google有一个产品 叫3D Warehouse 就是一个online 就是一个账线版本 其实你自己做好的模型 其实已经可以 上载到这个3D Warehouse 然后呢 就Google有一定能吃两关 但是呢 这个卡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我们想鼓励更多的3D的模型 到Google地球去 所以呢 这个呢 我觉得你可以去 去网上Google 一下3D Warehouse 然后我们其实有相应的工具 Google有一个叫Sketchup的工具 可以帮你做这个3D模型 然后你可以通过3D Warehouse 可能的模型 提交给Google地球 然后呢 你的模型做得 一定 有一定的程度的话 我觉得 Google Earth 可以把这个模型放在地球上 那我们再补充问题 就是说用的原工具的话 我那会儿听见那个 我那会儿听见那个 双鲁环说的一个 就是说 好像是可以通过那个 客户的 第一个数据 然后怎么样去 去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生成吗 还是什么意思 还是说我需要我 我自己去做那个3D 就是我这个补充说的 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微信的照片 Google会提供一些工具 它会非常方便的 让你比如说 怎么那个快速的 给予现有的图片 让你快速的 生成一个大型的什么样子 你再做一些聊会 也会辅助你 并不是说 他现在有一个 整个制作的机会 完全重新化这些东西 因为我原来看见 国内有一些公司 他做的 他做国内 他做成都的 他做成都的 整个的 整个的3D的 你可能 在哪个点 每个点都 也是一样的 过去的话就是3D的东西 那个的话 跟你这边技术有关系吗 原来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 这边我们没有看过 谁在两个男奏看过 谁在两个男奏看过 好 谁现在在远接一下 要不怎么 这个线下的交流 好 好 告诉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OK 这边有什么问题 OK 这边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 现在就是那个 Google地图 是到国外的方式 看国外的那个 跳美国地图了 上面那个标注 现在都是英文的 什么东西 上面的城市 你们这边是中文的 其实这个 这个问题 简直是太大位了 就是说 当然我们Google 现在不能说 我们什么时候 会支持这个功能 但是这个 内部讨论是 历史上是在进行的 其实 所以应该说 不几个加拿大加拿大 事物一代吧 其实这也是 Google地图 跟其他地图提供商 可能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Google 放了很大的投资 是支持全世界的地图 你想想每个国家都要去租数据 都要去买数据 都要去收集数据 这个是很大的投资 那我们很有幸的 把世界上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数据 全部整合在 同一张地图上面 所以呢 这个是你们做理由的 我觉得可能是 特别是要这样的功能 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 这个各位业界的工程师 就是你们 你们可以说说你们比较喜欢的 Google Maps API 的一些功能吗 就是你们自己比较喜欢的 就是在你的那个 应用开发的过程中 我先说 或者说有一些大家 可能不一定知道的 一些界面 然后有些功能 我觉得如果能不能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让大家可能会点准确 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用的 觉得最好的 可能是direction 这个东西 就是它可以 做一些这种固定分化 这样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Google 之前做的比较酷的 就是说 不单是那个 驾车路线 还有那个 步行的路线 好像还有火车的 现在也有支持的 当然工作车可能 稍微现在还稍微差一些 这块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从技术人的角度的话 就是说这个东西 不过来说 上反其实都有 但是呢如果说 你能这个 应付这种 因为Google的 这个功能 它是能够继续拖动 能够继续计算的 这个能够实施的做 那么大规模的查评 这样这点也是非常固定的 好 其实你刚刚又说到 一个非常到位的 一个确定 就是叫这个 公交方面的一些支持 所以呢 就是 again 其实我们不能够 说我们都会支持他 但是呢 又是请大家 在内部又是在 互断讨论之中 所以说不准 这个不准的这样 大家又会看到 一些非常 非常强的支持 OK 我的话 其实没有太多感觉 但是我觉得 某种地图就是 还是 扣展性方面 做的还是蛮好的 就是说需要 自己有些改动 或者说特别的功能 都可以加进去 没有哪个特别具体的 OK 我是非常喜欢 那个Google Map 这个TTT 因为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 我觉得 非常想的 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和结果 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话 就是Google Map 它的颜色很好看 全色它都用了 然后我们在设计 马路的时候 就非常的困难 我想你们 这个颜色 再稍微简单一点 我自己试试吧 OK 告诉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OK 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现在 对于车流量 比较大的 这个入口 然后如果你输入一个 就是读从 往一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 读国楼 然后到这边 然后能不能提供一个 就是根据车流量 来走的那个 那个方案 因为一般提供的方案 都是最短的 或者最 呃 花费时间最少的 但是 如果是车流量 很比较大的话 有没有这样的应用 这个问题又说得 非常大位 其实我们内部 我们内部 都是有很多卡 但是我们这个 可能是在效益里面的未来 然后这个 不是一个不仅的将来 每个新闻都补充 其实我们的 对 其实 设计时代化就是说 我们Google的一个理念 就是想把 我们 有的一些信息呢 可能很好地 展开起来 然后用另外一个 需要的方式 呈现给大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很多在Google Map上面 有的功能 其实我们也很 也很希望通过 API的方式 给大家进攻 所以这两个理念 是永远会变的 然后因为 确实人员有限嘛 而且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而且 大家看到就是说 其实从去年以来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 确实是 一个规划 还有一个 这个游戏权的问题 但是呢 这个问题 是我们也讨论过的 而且跟我们 美国的团队也讨论过 那边还有一个观众 好 好 注意到那个 Google地图和生活的 搜索的一个整合 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是 餐饮关系的信息 Google 一些关于 酒店和饭馆的信息 是从哪一个地 可能不方便说 是从怎样 第三关系到呢 怎样保证 评论信息的追进度呢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可以先问一下 然后你给你補充 我觉得我们 Google信息来源 一般 就是说 从总体来说 一般都是 应该是有三个来源 就是说 不管任何信息 一个呢就是说 通过注买 通过合作国关出来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通过那个 网页掌扒过来 因为Google 有全世界的网页 这个是一个很 很大的资源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的合作国关 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 他们就是不是 不是出来的 他们就是 我们叫做AAC 就是Locally Enhanced Content 就是 叫做什么 本地加强的这个内容 啊 像我们有那个 相应的格式 就是我们的提供商品 向我们提供 所以呢 在乘国这个产品呢 还有我们 包括我们地图产品 这个这个 都是通过这样 水道提供的 那在 你刚刚提到这个 这个餐饮 就是说 通过合作国关 拿到 就是拿到的 但是我们也怕口碑 我们也怕其他方向 很多电波啊 对 我们都去怕 那个新华品 关于您刚刚问的第二个 就是说 怎么保证这个更新的这个 即时性 这个我们公司是有这样一套 那个内部有这样一套 这样的架口 能不能保证即时的去去 去更新这些吗 我其实只能是怎么样 保证那个评论是公正的 而不是 比如说那个 那个 那个企业自身 有些类似作弊的那种 那种 许存在吗 其实我们有一个 那个工程师是专门 专门的这个 处理这个 网络上的评论 许存在 他 你要不要上来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里面一些事业 可以吗 对 他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 爬虫专家 对 是这个 有结果的部分 有结果的部分 爬虫专家 然后呢 基本上 其实这个 这个话题 可以再讲 再讲一讲课了 其实 但是 你觉得可以很简单说一下 我刚才起来把理由来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然后这个 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他说 怎么保证这个 评论内容的公正性 评论内容的公正性 我想这个 这个题目很大 我们 我们没有保证任何评论性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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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公正性 但是好像我刚刚听到他说 怎么样保证那个 评论的那个 更新频率 是吗 是这意思吗 你就要 暂时打电 回答了 我可以再补充一点 就是 其实Google有一个叫 Patreon这个 这个信号 就是 就是所有世界上所有网络都有一个分数 那 比如说像 比较官方的 就是比较有权威的玩家 他的Patreon 然后他有高点 那我们通过这一点呢 就是说 OK 在上面的信息呢 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也更为可信 会高一点 那这个呢 是一个信号 那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信号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信号 比如说 某一个 某一个 某一个这个评论 啊 他的这个 他出现的频率啊 还有他那个 参与人的这些 Trust 就是因为 跟人也有关系的问题 如果这个人是spammer 就是他 经常这个放垃圾的话 这个人是没有Trust 所以呢 这个就说 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的信号 所以呢 这个 这个topic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呢 基本上Google 确实也没有在这个 尽量几个项目中 那边有一位 好 咱们最后一个问题 好 那个 我做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应用 就是 通过确定导文者的IP 来 在我的 在我的网站上做一个地图 来写真正的一个位置 但是 就是我想 如果你就 假如说那个人 他是一个局域网 一个内网 就是说 假设那个IP的数据部 就已经 他本身数据部本身很精确了 但是如果算是内网的话 你就不可能 很准确的 就是说 除了 IP数据部的方式 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来实现这个中键的方式 就是还有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建议一个应用就是 Google Live D2的 就是 功能好像五个中盟 讨论一下那个 是什么我自己做的 还是 别人的应用 那这个是我们跟我做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由我来回答 现在的Max VPN 也可以支持那个 GPS 通过GPS 通过GPS 也是另外一种 定位浓固的风格 其实今天开幕的 有提到就是 我们这个 以后在那些面里 有一个 逐渐的会支持 那个Location 就是Google 它有很多信号 就是Google 你是移动的 我们有Cell Tower 就是那些 就是机枪里面的位置 然后很多 算法的机枪 能够大概拆除它 用的在哪里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通过WiFi 就是那个Router 那个路由器的位置 那里 当然都猜到你们在哪里 那你在内网的话 其实 其实如果说你不是 远程登录到你的内网 然后通过内网 它就反映Google Maps 或者通过你们 那个外部的IP 其实我们 通过IP数据库 其实应该说 比较小的 你是不是一种情况 是说 你从远程登录到一个内网 然后这种内网 它就反映Google Maps 是吗 如果内网 比较大的话 内网能范围 比较大的 不过IP 其实 IP的进度本来 就没有精确到 那个办公室 那个里面 它最后就精确到 那个区域里面 所以 比如说你在海边区 我们也只能知道 你在海边区 我们更不知道 你会在五道口 还是会在哪个大学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IP数据库的形象 就在这 40万 我充了 没有 OK 那好 那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再次感谢我们家庭的欢迎